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保险新闻 在一连几天跟大家分享车险、战争、油价等相关新闻之后 趁着今天油价稍微没有往上涨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这是一个来自于英国的保险公司Aviva所分享的数据 他们去年在VR Virtual Reality虚拟实境相关的保险理赔增加了31% 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趋势 那也因此来显示这近几年来虚拟实境的游玩体验持续的增加 那也越来越多的业者是希望透过虚拟实境来扩展元宇宙的发展 包括最有名的公司就是大家很熟悉的Fastbook 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叫做Fastbook,改名叫做Meta 就是要因应Metaverse在元宇宙的发展 这会是他们未来几年公司发展的重心 事实上大家想到的所有科技公司在内部也都配置了非常庞大的VR部门 那既然现在科技公司不断投入 也越来越多人开始体验 因此很多人就发生了在家中因为体验而造成身体受伤 或是损坏家中物品的情况 所以英国的保险公司Aviva他们数据就讲了 去年因为相关VR体验的保险理赔是增加了31% 但是从2016年以来相关的理赔案件已经增加了68% 而平均的理赔金额大概是在922美元将近1000美元左右 那他们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 现在2022年才刚开始两个月而已 但是他们已经收到了不少跟VR相关的保险申请索赔 那他们预计在今年度会比去年度整体的数量来得更多 那这边呢就要提醒大家了 随着最近几年体感游戏手机游戏甚至是指尖陀螺游戏等等相关的发展 我们在家里会遇到的这样的状况肯定会比过去来得更多 包括在游玩过程造成身体受伤 像是美国就有案例因为玩VR体验而造成脖子扭断的情况 另外呢也有导致物品损坏的比例也变多了 像是最多人申请的保险理赔就是砸坏了电视机 这些呢都会让意外险的保险理赔情况来增加 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 在玩虚拟使径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在空旷的地方进行 那充足的空间才能确保你自己的安全 那同时呢想玩这类游戏的人 也最好是在家庭保险的项目要增加额外的损害险 尤其是在虚拟实境装置成本现在越来越低 价钱越来越亲民的状况之下 一定会有更多人来投入这一类的虚拟实境体验 甚至不小心就发生意外 那所以呢保险公司他们也不排除 未来他们会更改相关的理赔办法哦 他们除了是调整理赔的规则之外呢 也不排除要提高相关的保费 他们要避免有些人刻意利用虚拟实境体验 受伤或造成损患的方式 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那这边呢是英国的一个案例 那美国这边呢要提醒大家 一般的房屋险呢其实是不会保 你所玩虚拟邮警造成的一些意外伤害 个人的健康保险会保你个人 因为玩游戏的时候造成的身体受伤 但是家里的房屋险并不会保 因为玩游戏所造成的房子的一些损坏等等 这边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以上呢就是最新的一个保险趋势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